来看看新闻榜 台湾地区女艺人 MeQ的醉酒打人案 近日又起风波 YumaQ一同参与打人的 日本籍人士 有机龙徽 早前曾在庭审期间表示 事发时被打司机 因触碰MeQ胸口 才引发他们拳脚枪架 对于有机龙徽这样的说法 被打司机的妻子 再次上诉法庭 控诉有机龙徽 损毁他人名誉 因为我觉得 这个就是在侮辱 那个我先生了 是是是 先生对于这个部分 非常的在意 很在意 MeQ醉酒打人事件 发生于今年2月 被打司机林玉俊 曾因脑震荡 和左胸骨膜断裂 一度生命垂危 后来根据当地法院判决 案件双方在民事部分 达成和解 MeQ和有机龙徽 向受伤司机赔偿 380万新台币 合约人民币80万 而在4月26号 该案的刑事部分 也有了一审的判决 MeQ和有机龙徽 均被判处以普通伤害罪 MeQ被判处 10个月的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 而有机龙徽 则被判刑一年 缓刑四年 据悉 受伤司机林玉俊 原本预定在5月 进行手术治疗 但因害怕成功率不高 暂时放弃了手术方案 而伤者家属 对于法院作出了 一审判决 认为量刑过轻 又提起二审的计划 如今原告又增加了 一项罪名 看起来这打人案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先生是平常期的 谢谢大家 那关于有机 现在在台湾的状况 他现在就是好好准备 上诉第二审的案子